看到的 我想我们刚刚右边这个 这样整一套里面 看到的是点点线线 变成一团墨 的一种跳跃式的活动 跳跃式的活动 我想这样子大家 想大家可以不可以接受 就是说你知道这里所看到的 不是山也不是水 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而看到的是一种 笔墨的这种 活跃的点线面的 运动 我想可能用这样的一个讲法 可不可以给大家 或是观众更清楚一点 我不晓得 尤其你也说我不清楚 也不一定了 没关系大家表示一点意见 不要让我一个人 就一个一眼大 每次讲这个 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在讲吧 这张话可以更清楚吧 你所看到的也是一样 当然你可以说这个地方有树 这个地方有树 有石头 但是我想每年看这整体的一个观点 还是一些点点线线的一些活动 跳档而已 看这种东西也许你要用抽象画的事情的观点来看 那这个是如果从一个画史上的一个观点来看 就是说画再也不是真山真水 而是一种笔墨的活动而已 这样子 那我想 接下来可以跟大家再谈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正式的展览里面呢 有很多是 林某这个古画里面的 那这个 我想也可以做一个开展团来讲 我们接受 这样画面太小了吧 刚才那个 康有回 跟陈独秀都一直骂黄谷 但是我们应该回过头来想想 黄谷呢 好像中国是一个好谷的国家 好谷的国家 好谷的国家 连代的藏文文就说 作画贵有谷义 若无谷义 岁公无义 无作画是田南四者以敬谷义为家 有谷义 台湾话叫做谷义 就是这样敬谷义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解释 就是说很喜欢谷的一个东西 但是这里面就是回归到一个画家 画家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就是说学习的过程当中 取之于亡谷先行 谷义往往会被视为人出这个心意 就是说你在这个 这个亡谷的过程中 加入了你自己的表达 他不去抄袭 反而是一种重新的解释 也可以视为以古人的一种交流 你怎么要跟古人交流呢 就是面对着古人的一张名画 你来学习它 你来走它的这个路 该怎么画这样子 我想就是这样子 也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解释 可以做这样子的解释 做这样子的解释 中国术画的学习 从古代民众入门 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这等下都可以看得到 20世纪初期中国画的信息感 明皇在高标艺术是自我创作的 至高理念下 尽管被贬为一古事事 然而极古论经 能被高取为法能经度 极古论经 那其实我刚才所看到 如昌硕也好 齐牌师也好 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是从这一个 所谓书法上的 背盘的这一种 笔调 然后加上墨色这样的变化 所以这是一种 极古论经的一种奏法 极古论经的奏法 而不是一味着 所谓排斥古人 我想刚才的那个 许辈宏的话里面也提到的 古华这个垂直者济之等等 这样的一种讲话 那这里面又牵涉到一个 社会上的一个问题 一个当时的 我用现在的话 就是资讯的问题 古华资讯来源取得容易 不像以前一样的 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 很多的因素 比如说 1914年古屋城列所的成立 古屋城列所 这个也许会讲到一点 故宫的历史 故宫的历史 请问大家一下 故宫的那栋建筑物叫什么 你知道吗 台北故宫 我讲台北故宫 中山佛物院 这块招牌没有拿掉 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中二五五的要到故宫去参观 那个最后一战是中山佛物院 不是故宫佛物院 这个当然是当年 这个国户诞成一百周年的时候 一百岁的时候 老总统就说 我们在台湾建一个中山佛物院 把悟空的东西放进去 将来还空大陆的时候 悟空跟中国的东西 建为大陆 在台湾所得到的 所增加的 所收藏的东西 还是留在台北 叫做故宫佛物院 叫做重山佛物院 但是 故宫佛物院 在北高的时候 是怎样你知道吗 故宫佛物院在北高的时候 还没有签到台北平公司 是挂两块招牌 一个是 国立北平故宫佛物院 一个是 国立中央佛物院筹备处 我们就解释了中博 故宝这样子 故宝这样子 你现在翻开我们 故宫佛物院的故宫书画录 它在这个题目的下面 一定会写一个 故宝多少号 中博多少号 这样子 那么中博的前圣是什么呢 比故宫佛物院还早 就是也一样的 在这个东华门 就是现在的东华门 北京故宫东华门 这个地方挂了一个招牌 叫做故宫全列所 是在1914 这个可能写错了 1915年才对 年过四年成立的 比故宫佛物院还早 那么1925年故宫佛物院才成立 那这两个博物院成立的时候 因为这个故宫全列所的 这个收藏的东西 就是中央博物院收藏的东西 其实是从沈阳故宫跟热和秘书山庄来的 也是乾隆老爷的东西 其实还是清宫的东西 只是从东北来的而已 这样子 所以现在也会有人要问 请问你 故宫博物院只有一个吗 哪一个 至少挂了三个牌子 台北的国立故宫博物院 北京的故宫博物院 另外一个呢 沈阳故宫 他们也挂沈阳故宫 另外一个呢 就是现在的南京博物院 到现在南京博物院一大批的东西 是当时南京的时候留在那边 听他们讲 所以当年留在这个东西后 他们的人员编制工资都是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来的 结果南京博物院成立以后 南京博物院就一点也不理北京故宫博物院 然后黄旭的收藏展览出来 很多是颂元的绘画 因为在当时的时候 只能看到 在社会上一般所看到的都是 这一个 年轻的绘画围头 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学世王 因为有办法接触到世王 你没有办法接触到原世大将 更没有办法看什么宦官 这个构西这种东西 讲说他学幻观学构西 其实都是从画图上来的 那跟幻观构西不需要差多元 另外一个 二十四季以后 这个资讯上有问题 出版物多了 我想举一个料理 这是刚才黄冰宏所主持的 一个神舟国光社 出版了一系列的绘画 一系列的绘画 所以这个是 那个时候他们也可以看得到 这很多的东西出来了 可以还有这个 我不想知道 日本也出了很多中国的画册 这个都是四开本的那么大的 所以他们可以直接从画册上 看到所谓当年赤真鸡一等的这种画 不是像以前看的戒指原画谱 那种木刻版的 直接可以看得到 所以开始 学习的过程当中 他们开始转而从明镜 转而学习这个宋元 我想我们看看这一次 有战乱的这一张 这一个 金城的黄李银秋雪图 这张画李银秋雪图 由故宫伯爷有好几个稿 我是随便几一个 这个小中建大里面的一个 这个画面有一点变扁了 变扁了 就开始这样子的一个 学习的方法出来了 那么也就是说 当他们看到这一张宋元古画 以后他们开始听法 在灵魂的过程当中 他可以学习到古时候的人 怎么样子用笔用墨用颜色 也就是我刚才跟大家报告了说 你面对的这样的一张画跟大家介绍说 你不要认为说 这一张金城的这一张就是操作 这个这一张一张 一点价值也都没有了 我不能这样讲 这个是金城他本身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他跟古人的一种交流的活动 交流的活动 我想应该这样子来解释 这样子来解释 一样的 金城的连这个风险三松图 里面来看看 右下角这个提拔 这个就是他从这一张出来的 他是连后面的提拔 老远圈圈圈万万顺风 多多多整个都 都学过去的 但学得这么像 我怀疑这个当然可能是个算古本 算古本 因为这个时候 他们有很好的照片可以看 古屋全列所 金城是一个主要的吹动人 就是金城是一个吹身者 他并没有当古屋全列所长 就是来台湾的金晴伯的 应该是叔叔还是伯伯 他们金家是 无心的很有钱的人 很有钱的人 那个 金城很早就 这个 到英国的伦敦大学 应该是牛津大学去留学吧 学法力的 学法力的 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模一样的这种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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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开始有这样子 我想这次我也是我们展览的 那这张我找不到 是武勤木的仿障松学 在用这种亲密的东西开始出现 这是学艺研究的 不尽的学艺研究 那这一次也展了一张 这个球莹的这个晃金币 晃球莹的这个同音咒镜 这一张现在 走遍的这个是 现在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展览 大家可以去看看 那当然这个有很多的东西 我想这个 金币先生在这个1920年 他大概没有当过 看到故宏博物院的这个东西 他所看到的 应该是另外一本 他们这个广东的收藏家 应该是填饰书物吧 能说出里面所看到的 那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说 他利用学习的构成当中 来得到这样子 我们再看看 普京的这一张 西野雅琪 目前这一张原画 是定名为 传马园的西野雅琪 在美国的克里夫兰博物馆 大家看看脚像 这个地方 但是你可以看到 它的颜色完全不一样 它把它改成一种 一种所谓 浅清历的小清历的山水 而不是像这一个 底下的这一个 只是单纯的末色 单纯的一个色色 这个就是说 他在画这一张画 尽管构图细节 都跟原画一样 但是他加入了他自己的解释 他自己的色彩的解释 这个我想 喜欢用一个比喻 用一个比喻 就好像 我们去听音乐家的演奏会 这些音乐家演奏的是巴哈 是莫扎特 是变道分 每一个人都在演奏这个 你有没有人说 你这个演奏家有什么 你是在抄巴哈在画呢 没有 而是你注重的是 这个演奏家 这个音乐家 对于世界的 所谓经典民众的一个诠释 一个诠释 张三李氏演奏的时候 都不一样 我们在看到的评论界里面 也认为说 他对于巴哈的诠释是怎样 他对于苏伯特的诠释是怎样 而不是说 他是在抄苏伯特 我想我们画家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面对着一个经典民众 你尽管构图跟他一样 但是就像这样一张 这个色彩的 这一篇看得比较不清楚 看得比较不清楚 他做出了他自己的一个解释 所以这个东西 这样的一种作品 所以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 所谓抄袭 不能这样讲 而是对于古典民众的一种 再翻译 再解释 或者 所以 我想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 可以有情形 我想 大家可以 面对着观众的时候 如果有提到这样的质疑的话 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解释 可以帮你再来 所以一样的 我们看《无环的仿原》 上面这边 这里面 大概我想 我只能看到说 这种所谓 像这个所谓 韩宁蟹爪 一样的这种画法 这个东西 他想的一些仿造莫坡 你们想到了这个 顾光伯悦的那张 雀华雀社 本来是一个横的 大家把它弄成直的 弄成直的 等等这样的进行 这个都是说 对古画 然后画家提出了他的解释 提出他的这个一番的这个想法 一番的想法 他可以辨 也可以这样的 大概的一样 大概的依照古画的 一些这种的情形 这样子来处理 我想面对这样的东西 可以这样子来跟观众解释 一些可以解释得通的 可以解释得通的 一样的 我们再看看 于飞安这个 他画的天弦俱后 左上角的这一个 是寒杆的这个照片 你看看 寒杆的照片 你看看 寒杆的照片是这样子 现在 在现在的照片会博物馆 大部分会博物馆 然后呢 这一张是在这个 原来在浦杆的手上 应该是 从清宫四次来给公金王的 那公金王就一直流流流流 到浦杆的手上 我记得好像 这个就是浦杆的印章 是这里的 太有趣趣了 浦杆可能是 先说你这是八卦 在办伤势的时候 没有钱就卖掉了 大家看看这个 对不起 下面的这个 看看这个人 就是这个 他一样的 加了颜色了 加了颜色 他大概认为是 加一点颜色 加一点颜色 这个我想 都是出于古话的再解释 出于古话的再解释 胡马图 下面这个是胡马图 胡马图现在 不晓得下落何处 在战前的时候 知道是在日本的东京 日本的东京 但是战后就 一直没有下文 没有下文 那听对本朋友讲的是 皮护无罪 怀抱其罪 收藏者可能怕惹麻烦 就一直不愿意公开 只不用公开 我想大家 把这个上下 都可以对对看 对对看 但画面不是很清楚 很明确 但显然的画家 并不只是 造造 造造 加了一点颜色 在线条的意用上 也不见得完全一样 我想也可以 跟这一个 观众介绍说 理工年 的画画 当然是学和干的 学和干的 理工年最重要的是 一种所谓 线条式的画画 我们可以看得到 理工年无法 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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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像变得更淡雅一点 更淡雅一点 那 一样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 普胡的轻松 这个都是从这个 古画里面 穿出来 我一直找不到 这个 古画来对 但是我想它的颜色的设置 这方法呢 绝对跟原画不一样 绝对不一样 也就是说 他尽管有一个画稿里面 他还是自己的在弄 凡君彼也是一样 在他们早年 年轻的时候呢 对古画的一种研究呢 来 加上进去 加上进去 好 那一样的 张大千更是对古画 有很大的 这个 好像太亮了是不是 好 这个是学成龙兽的 学成龙兽的 那 在进一步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富豹学的林和清 赏梅图里面 他的这种人物呢 当然画得比较小了一点 画得比较小了一点 而且在这一个结构上面 还是一种 这一个古装的一种画 像这一章也许 大家看得比较不清楚 我们可以看这一章 我们可以看这一章 富豹石的这边像 不想的 我试试看好不好 富豹石对于固感是有相当大的研究 我想他没有到过英国 这个时候这张女史尊图 一直在大英博物馆 但是我记得 日本人类的大总巧义社 在1930年代 曾经制造过一个 做过一个非常好的模本 现在台湾还可以看得到 台北故宫博物馆的书发处 就有一件 就有护制品 台大也有 会长 这个就是从那个造像来的 你看看这两个人 头部上的法式怎么样 完全一样 那这个当然是小部分 在造型上面 这一种所谓 我讲的可以介绍一下 叫做秀骨 秀 不是出那个反面 秀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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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顾凯茨的人物造型的 一个这个 用语 我们形容到 那么到顾凯茨 到了 布鲍石来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 这个他连这个 带子都 都学嘛 整个造型上面都学 布鲍石画过相当的 这个所谓香菲 这个香菲跟这个 香菲跟这个 香菲跟这个 两个兄妹 其实他就是 从这个古画 转进来的 转进来的 那在这里面 他做了一个 非常好的解释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 看得到 这种所谓 线条的应用上面 来看的话 一般我们讲 这个 顾凯茨的这种线条 是所谓春禅吐诗 像春天的禅宝 把那个诗组来 缓缓慢慢的 线条都是一致的 一致的 缠绵不断的 但是到了 这个 布鲍石 他用的是一种 细的 快速的 这种线条 这种线条 那么在动感上面 在动感上面 就比这个 顾凯茨的 这一种 温文儒雅的这种 动感呢 更加的强劲了一点 我想这个应该是 这一个 布鲍石加入了 他自己的这一种解释 加入他这一种解释 在颜色上也不一样 在颜色上 一般的话 古画 大概在魏晋以前的古画 就是很简单的颜色 大黄大黑 两种颜色 但是到了顾卡茨来 它有一点变化了 彩带都不一样了 衣服上面稍微蓝了 更简单的颜色 所以我想 我们在跟观众们 导览的时候 还是碰到 这样说 古画都是灵古的 都是抄的 有什么好呢 那这个我想 应该提出我们的解释 就是说 它是依托着 一个古人的样本 来讲出他自己的话 也许我突然又想到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骂说 八古文不好 对不对 但是八古文有一个特色 叫做代圣利言 代替圣能来讲话 这个大概差不多一样 透过了论语 透过了论词 透过了诗经 透过了什么东西呢 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 表达出来 他是转了一个弯就对了 转了一个弯就对了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很多利用 所谓送画的荒华 来画 那送画的荒华是什么呢 就是说 画血入外形 要入行不改 讲宋人 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写生 就是画的像 就是画的像 那我想余辉安的这一种牡丹 那这里面也提到 就是一个宋代的这个时候 画的荒华 画的荒华 所以是从宋长的来的 写生的方法呢 来画 看起来是非常传统的 非常传统 但是一般是勾热填材 比如说在这个树叶 或是这个树干 来自于这个鸟的一个本身呢 都实行勾了线条以后 再上这个颜色 再上这个颜色 而且颜色非常的鲜利 非常鲜利 我想余辉安是一个 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之名 那画这个牡丹 所谓的这个造成牡丹 也是一样的 牡丹花在宋朝的时候 也是一个很喜欢 創作的一个题材 一样的 这一种 我们也许说公笔色色 但是实际上 有一个宋朝人的方法 勾热色色 而且尽量地画的像 那这个像的时候 就是说 你所有的这个空间 所有的物件的前后观点 你要交代得清楚 树叶子是怎么样叠起来的 花瓣是怎么样子长的 我想这里面都交代得非常清楚 交代得非常清楚 这样可以跟他们讲说 这样的一个特色 就是在传统上面的一个花张 也就是说 当二十四季初期 这些画家们有机会看到 宋元的绘画 尤其是宋代的绘画 珍姬看到了 他们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 创作的画画出来 张大千的这个佛头青 我记得再看另外一张画 他就特别的从这种佛头青呢 是宋慧中的一种画画 宋慧中的一种画画 这张里面没有提到 但是也都是非常地写实 非常地写实 非常地写实 这是一个所谓宋人写生的一个方法 张大千这张里画图呢 好久没有看这张 大家看看这张 我故意把它倒过来 他认为怎么样 两张画好像似曾相似 横得改成并成真的 我想张大千应该看过这张画 因为这张画 这一个新的当然在台湾 那这张画原来的收藏者是张学良 好像有一个义安的 应该是在这里 在这里 张良有没有 写这不下面写 好像很早以前拍拍出来的 所以他们有机会看到这种古画 开始学习古画 这种公笔写圣的东西特别多 不兴于的蝴蝶片片 但我找不到一张这个古画来对应 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得到 这个一定是公笔 一定是线条线画 要再试试 再试这个颜色 那你可以提到 这个不兴于的这种色色的方法 是非常的这个优雅的 很有优雅的 路易飞的双胖起情 路易飞的都是学宋画的 宋画的 这个 这个是整个都太亮了 我想可以不可以调 因为我这边倒是正常的 这个完全不对嘛 有看肯定没有看 可以不可以调一下看看 太亮了 还是一样 因为这个图板 应该是不错的 还是一样 太亮了 其实这张图板写 《惠州莫兰》很清楚的是一种写生的东西 但是这种画画还是所谓宋代的公笔 是什么 那当然 我们看到了一种 这一个 所谓这一个 传统的东西 那传统的东西 来看的时候 其实传统也有好多方面 那么在这一个 这次展览有一件 这一个 《惠顿如图寸》 是由黄兵龙普逊一等门手画的 大家可以看得到 你看 画一个 房子 里面有人 不是房子 这个就是 画这一个 主人龙 居住的地方 在民国初年的时候 就是有一批 这一个所谓清朝的遗劳 清朝的遗劳 他们在这一个 上海 在赌金 他们的生活方便 当然还是向王子 他们以前的生活 他们已经没有政治舞台了 整个都是影迹的 整个都是影迹的 那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 他们 几乎好像 过回到原朝人 那种影迹上 在书画上面 他们会 这一个 所谓诗文的来往里面 画家人会抵挡画 画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影迹的一个地方 我想这个就是 他们影迹的地方 一起 大家可以把这个 文字上面 读一下 走私 又读 走私又读 走私又读 那么这个主人是 李鸿章的这个弟弟 以赫章的孙子 退隐以后 不做官了 然后就 用一些影迹过去 然后把影迹的地方 请他的朋友来画画 我想 所画的不见得 就是这个 这个完全正的景致 只是 只是 他把这个 一些这个大药的地方 画出来 代表了一种 这个生活上的 一种方式 甚至 我们可以讲到一个这样的名词 叫做 书哉别号图 画的是他的书哉 但是呢 叫做回顿儒 回顿儒是他的这个 这个书哉的名词 然后这个图像就是一直这样子来 来来来 lapo 来處理这样子 我跟你说 就是 一样我们也看到很多专 gard说的画画里面 把它结合在一起这样子 不训息也是一样 一方面湿 一方面五纹 вот 快亮了 就啊 有没有 特别是わか REM säger рядом 这个要一个一个调 没有办法 调到这样子来 我现在踏过很多这种小测验这样子 就是这种文能的这一种传统里面 左边是 右边是书法 左边是绘画 应该从这一开开始 在传统的文能里面 还是认为书法是比较重要的 试试看 现在到这样子来 现在没有时间进调 进调 那么 在一个时代上面来看的时候 当然这个时候转成一种 所谓这一个 民主共和 人人平等 我想宫慈台在这方面 代表着一种这种 所谓这一个素服的 文人庶民观态 我这样子来称 素服的用来 大家看介绍这一个 风慈台的画里面来看的时候 那应该是一个 感觉到 跟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画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以前的画 无论是这个龙墨 众圣 或是一些很清明 雅裔的文能画来看的话 在这里呢 我们都看不到 它反而是一种非常接近民间的 这一种画画这样子 这我想应该在民国35年 他曾经应这个 台湾的这个开民宿局 他现在开民宿局应该还在吧 这邀请 他带他的那个大女儿 来台湾做过旅行 到那个阿里山的时候 所看到的一个景象 或者是阿里山的云海 阿里山的云海 在另外一边我想应该可以谈到一个问题 就是罗采中西 在中西绘画里面呢 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是 这一个不能画地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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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别人来遮住 那是四季的反正呢 我想画家无法画地自信 画家出洋 无论是东洋或是西洋 所见所闻的因素都进来了 洋画中的光影的问题 早在十六世纪立马兜 进来的时候就提到 中国画淡画洋不画音 故看之人面屈正平 无奥不相 无国画 这个当然讲 立马兜讲他们西洋的话 尖阴与阳写之 故面有高下 而守备皆伦云耳 还能跟这样子等下精心 当然中国话也会讲到所谓 明慧 画山随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 空气中的明慧 天气的明慧 画出来 也是光鲜所持 但其实看起来 并没有 让我们这样的清楚 没有办法 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会有一些这个 这个 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 太麻烦了 大家看 可以看得到 这种所谓写生的 一种 观念起来 看起来又有点像 西洋化的 这种 写生吧 西洋化的这种写生 有点像是 有点像是